阿茲海默症是失智症中最普遍的成因 全世界大約有2600萬名阿茲海默症患者 而且人數還在逐年增加當中 在洛杉磯由華裔學者王少梅博士 領軍的團隊最近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 內容指出 其實從人的眼睛構造跟功能 就可以診斷出早期的阿茲海默症 這裡是位於洛杉磯的Cedars-Sinai 再生醫學研究所 專門研究眼睛退化相關疾病的王少梅博士 最近領軍和其他八位研究學者 共同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 內容指出 從人的眼睛構造和功能 便可以診斷出早期的阿茲海默症 所以說我們看到眼睛的變化來預測腦裡面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 醫學界對於阿茲海默症發生的原因以及治療仍然相當有限 而在早期發現阿茲海默症的方法中 王少梅說從眼睛來觀察阿茲海默症的病變 比一般檢查方式來得容易又有效 王少梅團隊所做的這項研究主要是觀察視網膜色素上皮層 以及眼睛脈絡膜的變化 以查出早期的阿茲海默症 這對於減緩這種疾病惡化的速度 預料有很大的幫助 找出了診斷早期的阿茲海默症 引起阿茲海默症的方法之後 來自中國大陸目前定居洛杉磯的王少梅博士說 他們下一步要研究的 就是找出引起阿茲海默症的病因 十八台新聞 黃明儀 晨晨洛杉磯採訪報導